去北台湾著名的综合体育馆小巨蛋是台北市长马英九非常引以为傲的政绩 其用至今大约有一年多的时间 有39项活动曾经在这里举行过 包括你我所熟悉的大型的艺文活动还有演唱会等等 但奇怪小巨蛋不是应该是一个综合体育馆吗 怎么我们老是看到演唱会晚会还有艺文活动 就是没有看到体育相关活动呢 更何况小巨蛋当初就是为了体育比赛所进行规划的一个场馆 但算一算启用一年了 所有跟体育相关的活动只有8次 总共使用是17天 为什么体育活动不青睐小巨蛋 原因就在于它的租金实在是太高 师傅所定出的价格使用一次60万 让主办单位望之却步 热道报的SBL超级篮球联赛 挤进了满场的观众进场观战 但体育馆又小又旧 为什么不去旁边又新又大 还有一万五千个座位的小巨蛋比赛呢 一万五千人 我问了很多体育单位 他们找不到那么多的观众可以入场 再以成本来看 小巨蛋的租金是否定价一次60万 如果以SBL季后赛 每场平均2000人入场 每张门票250元计算 总收入50万 根本无法应付场地租金 台北体育馆比赛大概是10万块左右 整个开销 他愿意降把整个场所降到一半一下 我们还是会考量换在那个小巨蛋里面比赛 小巨蛋还有个严重的问题 就是使用率偏低 市府统计从去年小巨蛋启用至今 一年多来不过办39次大小活动 其中只有8次跟体育相关 300多天也只有17天用在体育 当初我们在规划小巨蛋的时候 其实我们是希望说 他的体育功能是要大于这些艺文功能的 小巨蛋的名字叫做多功能体育馆 现在这颗运动巨蛋 却是运动不多 其他活动却很多 TVBS新闻庄体浩阳政权 台北报道